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英特班的正成語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一場活動 一座小妹的媽媽和早就過世了 爸爸又娶了一個新媽媽 爸爸又娶了一個新媽媽 新媽媽有一天新媽媽說 我們家的錢快用完了 快把小孩丟到生靈吧 爸爸就只好答應了 媽媽養不起小孩 哥哥就沿途丟下了許多小石頭當作幾號 到了晚上 這座小妹就可以學著小石頭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 這座小妹又被帶到了生靈 個殭屍一顆一顆的麵包吹吹當作幾號 但是被小鳥吃掉了 晚上這座小妹越小睡覺越好 他看到前面有糖果做的 和餅乾做的糖果 放著呢 他不知道裡面住著一個畫巫婆 畫巫婆把哥哥關到籠子裡 妹妹還要不停的工作 沒東西吃 畫巫婆的勢力不喊 哥哥伸出了一個雞骨頭給巫婆摸 巫婆以為哥哥沒有變怕 巫婆叫妹妹趕快去生活 叫妹妹趕快去生活 叫妹妹趕快去生活 但是在巫婆還沒注意的時候 就把巫婆推到了屠龍裡 就除了哥哥在小姐裡看到了一個寶箱 把寶箱帶回家 然後那時候媽媽已經很早就生病去世了 爸爸看見他們三個他們兩個我來了 他們三個就過得快樂的日子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